特别彰显在新约的工作 假如比起旧约来说的话 圣灵在新约的工作 就非常的明显 而且多姿多彩 各方的彰显都有 旧约就比较简单 圣灵在它里头 圣灵降临 它受感 最多就只讲了一次 圣灵充满 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假如你看新约呢 圣灵的整个的工作的多次多方呢 就说明得很具体 最少有十一个重点 让你们看见十一个重点 你们觉得圣灵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是什么 你们算吧 看你们会不会算对 有一个最重要的 你们 就点嘛 十一个 重生 对 还有呢 圣灵果子 内住也很重要 对 那刚才有姐妹问到 旧约跟新约 圣灵工作 一个最大的不同 圣灵在新约 按照约安徽十四章 耶稣的应许 圣灵 圣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 甚至你软弱 圣灵还是会住在你里面 因为圣经讲的很清楚 永远 懂吗 大家旧约不一样 旧约 圣灵依然奥特 所以这些是新约里面 一个最特别的恩典 圣灵永远地在我们里面 这十一方面 圣灵的工作 其实最最重要的 是第一项 第一项 第一项是什么 就是圣灵在五旬节降临 教会诞生 因为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 圣灵就充满 进入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 把他们连接 到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 这个教会奥秘的身体 是在五旬节开始的 教会身体的诞生 再注意没有 也是五旬节 圣灵降临 最重要的意义 那个重点还不是一些五旬中 所谓的圣灵的经啊 讲方言啊 圣灵充满 这个还是 最荣耀的恩典 是圣灵降临 把圣灵 把每一个信徒 把他进入基督的身体 圣灵带下教会基督奥秘的身体 让我们真实的与基督联合 还记得我们在讲保罗神学吗 你们有基础的 Union of Christ 若人在基督里 原本是什么 In Christ 若人在基督里 In Christ 怎么在基督里啊 凭你的嘴讲都可以进基督里面吗 这圣灵把你连到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 所以圣灵的内住啊 不是单单是住在你里面 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重生你等等 圣灵进到你里面 把你连接到基督奥秘的身体里面 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啊 观念多前书十三章太重要了 什么叫圣灵的记 什么是基督的身体 跟圣灵是什么关系 结结圣经是最最最重要的 观念多前书十三章 你没有这个经历 你没有办法跟基督联合 你没有办法得救 你是你 跟基督没有关系 对不起 讲漏了 十二章 十二章十三节 反过来 十三节 好 十二章十三节一同来 我们不许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围炉的 是住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引于一位圣灵 看到了吗 什么叫圣灵的禁 什么叫圣灵的洗 那个洗 在原文就是Betism 也会发出圣灵的洗 所以什么是圣灵的洗 圣灵的洗 不像了这极端的五行中说 圣灵的洗就是讲方言 保罗没有说讲方言 圣灵的洗跟禁 官服到什么 官服到我们能够被连结 进入基督奥秘的身体 与基督有真实的什么 联合 让我们真实的成为 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 属于基督 连于元首基督 这个在基督里 与基督的连结 为什么那么重要 官服到什么 你的得罪 唯有你成为基督的肢体 头的永美 基督头的义 才能成为你的义 基督的圣洁 成为你的圣洁 基督所拥有的 所得到的一切 才成为你的 也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 二人成为一体的奥秘 我们与基督成为一体 包括在地上 夫妻成为一体 丈夫所拥有的一切 就是谁的 妻子 妻子拥有的一切 也是丈夫的 所以假如按照 地上的法律 要离婚的话 丈夫拥有的一切 要分给妻子一半 妻子所拥有的几栋房子 要分给一半 这就是共享 因为已经成为义 而其实这个地上的法律 是从圣经来的 刚是要表明 我们得救与基督联合的 这个荣耀重要的真理 基督的丰富 成为我的丰富 他的圣洁公义 成为我们 头一切的永美 成为自己 这个就是圣灵 最重要的工作 若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 在基督里 英文是什么 in Christ 是真实的 圣灵 进到月儿的里面 然后把月儿连在 基督阿弥陀神的里面 把姐妹 把弟兄 每一个都连在 基督阿弥陀神的里面 所以我们同属于基督 同属于一个身体 不是比喻啊 是一个真实 所以这是圣灵 最荣耀的工作 建立产生 基督的圣洁 连于元首基督 这才是最重要的 圣灵的工作 官府到我们的得救 官府到我们 与基督的联合 联结 没有人能够把 这个在基督身体里面 一个指头砍掉 你会随便让人 砍你的指头吗 不会了 对了 所以为什么耶稣 在约翰福音 第十相讲得那么清楚 谁都不能 把他们从我的手中 跟父的手中夺去 你要给耶稣开刀 拔他一根指头 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 都给了耶稣啊 你能把耶稣身上 一个指头砍掉吗 谁都不能使我 有基督的爱 你们 这得救的确据 是在圣灵 跟基督的身上 不是你要进去 就进去 你要出来 再出来 不是在乎了定义的 不在乎了奔跑的 来在乎犯了你的事 今天圣灵在你里面 光照重生的你 把神的生命 宗旨放在你里面 好让你能够 呼叫阿爸父 能够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圣灵感动了你 光照你 而且 让你接待耶稣 得着圣灵 圣灵把你连在 基督的身体里面 这个是permanent 这个身体里面的 自己 一个都不会失去 Amen 所以 要我们看到 圣灵其实 最重要的工作 是这个 结果的恩典 从以赴所说第一章 就开始了 我们看看 以赴所说第一章 耶稣跟圣灵的 内住的关系 我们来看 第一章 十三节一同来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 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有印记 看到了吗 当你听了福音 你信了福音 也信了他 你信主 这代表什么 接待主 信他的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们的人 信跟接待 不能分开的 当你说信耶稣 你打开信门 接待了耶稣 有了耶稣 就有了谁啊 有了圣灵 不分的 善意的真神 要圣灵 在那些生命里面 如同一个印记 等一下我们来讨论 什么叫圣灵的印记 圣灵的其中一个工作 做印记的工作 圣灵不但在我们圣灵里面 打了个印记 表明你是属于神 这本圣经有我的名字的印记 代表是属于我的 你的圣灵有圣灵的印记 可是你永远是属于神 没有人能够把圣灵的印记 磨掉的 谁能够有能力把圣灵 在你生命中的印记 磨掉呢 磨不掉的 你永远是属于神的 圣灵在你生命里面 打了个印记 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 所以信耶稣 接待耶稣 圣灵内住 圣灵 同时就把你进到基督奥秘的圣灵里面 你与基督联合 基督的义 头的义 成为你的义 这就是 关灵多全书第一章所讲的这里 我们放在关灵多全书第一章 所以圣灵论跟救恩论是不能分的 我们放在关灵多全书第一章 三十节一同来 但你们得在基督里 是本福神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圣洁救赎 耶稣基督的公义圣洁智慧 要成为我们的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看到了吗 这是不分的 你不在基督里 你没有办法领受基督的公义圣洁 好 这是第一个重点 圣灵与教会基督的身体 建立基督的身体 产生基督的身体 让众圣徒与基督联合 第二就是刚才有人提到了 圣灵做重生的工作 我们放在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 我们只能简单讲 因为当来在西隆神学二 我们会讲得很深入 现在只是给你们一个基本的观念 什么叫圣灵重生 为什么要重生 好 第三章第五节一同来 然后前面讲到 不重生不能建神的国 什么叫建神的国 表示说你不重生 你对神的国度 对树林的事情 对耶稣的实价 你没有办法看见 你没有办法明白 别人跟你讲一千次都没用 你就是没看见 唯有看见了 你才能够明白 你今天跟他讲 优胜美帝有多美 你没有让他去看 他不会明白 我每年都很喜欢 跟师母去优胜美帝 哇 看到神的那个 那个山的那个宏伟 特别现在那个 那个Value 4 那个水特别凶猛 特别漂亮 今年 毕业之前 有一次我们跟 严雅我们 王晨我们去过一次 两三年前 那个时候去水不多 今年水多漂亮 那个水 那个湖布 你要看见才能够明白 若不是圣灵 在里面做光照重生的工作 你对神熟灵的事情 是不会看见的 全世界握在二者的手中 弄下了心里 我没有办法看见什么 没有办法让神的荣光 可以照到你里面去的 除非圣灵 透过神的道 福音在你里面运行 把那个生命的种子 重生生命的种子 拨在你的里面 也叫真正的重生 你才能够开始慢慢地明白 慢慢地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到你真的心里信心 口里承认 父教耶稣的手 就是生出来了 哭了 问问 你儿子生出来 有没有大哭一声 但是他生出来之前 早就已经有生命的种子在里面 可能 我都忘了 是怀胎十月吧 几个月啊 十月 没讲错 没错 但是我告诉你 圣灵让我们得着生命的种子 每一个人怀胎的时间 不一样 有些可能几天 有些可能几个月 有些可能几年 但是圣灵一直在他里面 就引导光照 到他真的是看见了 明白了 接受主的时候 就重生得救 生出来的叫重生得救 但是耶稣在节里所讲的重生 是更前面 是在某个moment 是这个spiritual conception 被圣灵 剥下生命的种子在里面 是个spiritual conception 然后开始在里面 慢慢地 寓意 然后真正地 看见神的果 看见死者 进入神的果 若不重生 你没有办法看见 你没有办法明白 也不能进入 是圣灵的工作 而且在原文 这个生就是用来描写 妇人生孩子同一个字 所以是圣灵 如同母亲 圣了我们 所以 从我们被圣灵生 就已经在表达出 圣灵的 如同母亲的恩典 圣灵生我们 对不起 不是贴护圣我们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但是这个 重生这个字是圣灵 在我们里面 是圣灵重生的工作 是圣灵圣 都圣灵圣 对了 对了 才能够见 才能够进 懂吗 听清楚啊 圣灵是借着水 这个水是预表神的道 有洁净的功能 就是福音 圣灵 会用福音呢 在你里面 拨下感动 试下圣灵的 所以 一个人重生呢 还是需要我们去 传福音 懂吗 但是这个 道种 拨下去 是同时需要圣灵 来教官 才能够长出圣灵 所以从重生 这个事情呢 更能够看到 我们得救 不是我们人节一方 努力就可以 是需要圣灵 动工 我们去配合 对了 有些 是从人一生 是从情欲生的 所以耶稣在约翼 第一章就给你开中美 一讲明了 明明都讲到 光照到黑暗里面 黑暗不会接受光的 不会有人 看着自己 可以接受耶稣的 但是 却在十二节 一章十二节 然后会有人接待 所以耶稣马上 就透过约翰解释了 这些人 人不是从仁义情欲 学习上 是从圣灵上 从神圣 不同 具体来说 要到约翰飞第三章 就解开了 对了 所以这就是 保罗在以福所说 第一章第四节 所说的 拣选的事情 很多人受不了 很多人不愿意接受 神的拣选 是神的拣选 圣灵一定会 引导你 在你里面 做成功的工作 而且在母腹里面 都扶避你 别人要堕胎 堕都堕不了你 我告诉你 我有一个姐妹 认识一个姐妹 以前也是我们 神圣的董事 她说 他们逃难到香港 然后母亲怀孕了 吃了各样的 中药多胎药 要多她 跳 就是多不了 到最后还是 平安生出来 而且生出来的 非常爱主 后来 而且是个医生 到处去传呼应 因为他真的知道 不是神保守他 不是在母腹里面 神的拣选了他 早就死掉了 神的拣选了 一个都不会是罗马 不是家尔文所表达的 就是保罗在罗马书 第九章所表达的 懂吗 你们不是学了罗马书 学了老半天 你们学了哪里去 不是家尔文 家尔文只是去解释 罗马书的真理 家尔文也是 对了 然后这个真理的解说 最清楚是奥古斯丁 懂吗 所以其实 无论是 其实家尔文是受 马丁路的影响 马丁路的讲得太清楚了 没有所谓得救的自由遗志 他写的本书 The Bondage of Will 你们一定要读 我们在历史神学 都不一定要读的 他当时就跟 Erasmus辩论 Erasmus是这个 humanist 这个人文主义 人定胜天 人决定一切 人要神都要 不要都把神剔开 没所谓 神是谁你选择的老公公 马丁路的说 No 人有犯罪的自由遗志 但是没有 得救的自由遗志 因为我们的本性 就是悲逆的 是在黑暗里面 心眼是弄瞎的 你不可能看见 神的荣光 除非是圣灵 在你里面 做恩典的工作 所以马丁路的 我们在历史神学 都会读到了 信心 所以接下来我们 以后再讨论 但是从重生在真理 你就误触这个道理来了 所以耶稣就鼓励 龙弟兄说 龙弟兄啊 你千万不要以为 传福音没有用 我们要努力去撒种啊 撒种会遇到 四种土地的 第一种是在路旁 没用的 另外 土浅 荆棘 但会碰到豪土啊 神如果计定了 一个也不失货 所以你就错了 神就看得起你 让你要在神 荣耀的 福音工作上面 有份 所以耶稣就鼓励 这门徒 你们努力去撒种就好 千万不要去论断 谁是豪土 谁是坏土 谁是拣选 谁是不拣选 你是神那个 看了耶稣的生命车吗 生命车只有耶稣知道 懂吗 我们不要做神 耶稣说你们都拼命去撒种传福音就对了 而且你传福音就很有信心 假如慈祭是神所拣选的 他会变得圣方祭 你懂吗 你面对任何人 你都放胆去传福音啊 你懂吗 金色坦丁 都会信耶稣啊 你懂吗 这个就是我们相信 主权在神 所以我们就勇敢地去传福音 难怪 马丁路德说 假如你相信神的拣选的话 这个真理是一虎烈酒 让你更有能力 勇敢地去征战 你管他慈祭 韩式这个 什么佛教徒 你看 滕金慧的老婆 原来是非常虔证的佛教徒 现在 多爱情 梁彦成去印度取经的时候 他打坐灵魂阁出窍了 你去看看他的见证的书吧 他是高人啊 他打坐灵魂阁出窍 可以看到自己坐在那边的 那灵魂阁飘出来的 这样去修道的一个地步 但是当神的福音领导他 躺都躺不住 我们中国游民那个神学家张立胜 后来在郭文库做教授 是专门研究系统神学 他也是上级神的拣选人 因为他也是一个研究佛学的大师 但是当神的拣选领导他 逃都逃不了 所以我们传飞更有信心 我们不要论断 我们都拼命地传福音 大有信心地传福音 所以你看连这个发发公子 都会说我们现在都好像是基督徒的样子 发发公子 乱来的 但神就联名谁就联名谁 他也会改变啊 懂吗 我们要对人有信心啊 假如你认为是人定胜天 你就完了 最好不要传福音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万一我讲得不清楚 口才不好 笑容不够 请他吃饭不够 一跟着传福音 他不接受被我绊倒了 糟糕了 最好不要传 假如是完全他决定了 我真的不敢传福音 你懂这个意思吗 你传的不清楚 是我害他不信耶稣 懂吗 讲得结结巴巴 他一提金发论 几个难点 你解不通 然后 他是一个专门研究 Biochemistry的一个无神论的 他跟你辩论 你解答不了他的问题 害他更不信 我传福音 我有货了 你懂吗 是我害他不信啊 你懂吗 因为你说人定胜天嘛 他决定的嘛 No 我们从圣经看到 不在乎他定义的 不在乎他奔跑的 不在乎他犯人的事 我们努力地传福音 遇到善良从事的好处 神都捡选了 逃就逃不逃 这个才是我们双教的力量啊 双教的力量 不是因为你看到 每天有十万灵魂下地狱 所以我们赶紧赶紧 拼命去传福音 连去打高尔夫球都不敢 不能浪费时间 还是高尔夫球 张伯利牧师 高尔夫球 他是个步道家 他也是从圣经里面看到 神在掌权啊 所以我们会活得很relax 神所拣选的 一个都不会失落 你就做好你应份的 应传福音的 最传福音 应该祷告 你就去祷告 就够了 整个棋子 棋盘在神的手中 不是在你的手中 否则你真的睡觉都不敢睡 陪你进食祷告 通宵祷告 因为每天有十万灵魂下地狱 我不下地狱 谁入地狱 紧张害怕死 我告诉你 怎么办呢 他不信耶稣 是我害的 我的健康不够好啊 我的爱心不够多啊 请他吃饭不够啊 你要做 但是不是你决定 你们 好 今天我们会在系统神学 一跟二会多讨论 特别徐庆牧师 他七月份来会跟你们解释得更清楚 因为他基本上 也是这个道统的 不是这个道统呢 圣经里解不开的 好 我们再看下去 圣灵不但圣了我们 圣灵也有个名字 叫死人成圣的圣灵 我们先看这个 讲义没有 笔的全书第一章第二节 写一下笔的全书 一章二节笔的全书 好 一同来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接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学所洒的人 OK 有没有注意到 接着圣灵得成圣洁 圣灵被称为 Spirit of sanctification 使人成圣的灵 我们再看罗马书15章16节 罗马书15章16节 一同来 使我为外伴人做基督的福音 做神福音的祭司 叫做献上的外伴人 因着圣灵成为圣洁 可蒙愿 觉得圣灵成为圣洁 更具体的一个经文 在罗马书第8章13节 罗马书8章13节 圣经重要的真理 记住啊 常常都是 是一个平衡双方面的真理 三为一体 神性人性 神的拣选跟人的努力 圣灵是里成圣 同时也是你要努力 去追求成圣 看到吗 要配合的 我们来看罗马书 看到这个神人的一个配合吗 你要靠着圣灵什么 知识肉体 那个能力从圣灵来的 但假如你不靠 那你就没法 得着这个知识肉体的 圣灵的能力 所以圣经的真理 一方面我们要努力 要去传福音 因为是圣灵 借着神的道 借着水 做重生的工作 这个水是神的道 神的福音 我们蒙了重生 是借着神活泼 长存的道 这个道是谁传出去的 就借着你 你去啥主 你懂吗 所以不是那种 单线的逻辑 既然神 拣选了 我们人 神就不需要做什么 圣经的真理 常常是定存的 对一方面神拣选了 同时 神也拣选了你 成为福音的使者 把这个福音 传出去 好像圣灵 用你这个福音 神的道 在人的里面 做光照重生的工作 懂吗 要配合 不能够站在一边 做单线的一个逻辑推论 既然耶稣说 百分之百的神性 所以他没有人性 这是人的逻辑 百分之百的神性 他是神子 既然是百分之百的神性 所以就没有人性 这是人的逻辑推论 既然是百分之百的人性 所以不应该有神性 但是太奇妙了 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 又是同时百分之百的人 这个不是我们逻辑推论 我们的神既然是三person 但是又是one being God 三就不应该是一 一就不应该是三 但是三合一 这个也不是我们人的单线逻辑 你千万 为什么那么多异端 异端就是 以为自己很聪明 但站在一个立场去推论 不错 加尔文的一些学生 所谓的超加尔文主义 就是站在 只站在神的主权跟拣选 这样去推论 既然神都预定了神谁得救 就像史之行中所说的 还预定了受信的耶稣 记得这句话吗 他们就做了极端的推论 既然预定说我们不传福音 人也会得救 对不起 真正的真理 神同时预定 同时神也要借着你 做福音的出口 两方面 有神的计划 有神的计划 也有人的败坏 就像整个以色列国的 贝鲁士去 看到人的败坏 人的软弱 但是神早就预言了这件事情 当摩西还没死之前 神就已经跟摩西讲了 也要摩西就预言了 懂得吗 会传染败坏 这个字 还不是加尔文讲的 是摩西最早讲的 你去看看这个生命纪 对 所以啊 大灾尽情的奥秘 你千万不要以为 神没有计划 以为是神 马有尸体 让亚当堕落 再来我们慢慢去研究 神的启示 神的救恩是在 创世以前的预定 就表示说 神早就 有这样一个 人堕落的 一个的准许跟安排 所以才有救恩 在创世以前的 做安排 但是呢 很多人没有办法 接受 以为是因为 神当天打钝了 睡觉了 所以夏娃 偷吃了 上了果树 神居然不知道 神不准许 神会打钝吗 你看到你的女儿玩佛 你都会说 打她的手 不要玩佛 会烧死你 毒药不能吃 这个是塞奶 难道神那个时候打钝了吗 神没打钝了 一方面 是人自由意志的 错误的使用 其实这个事情 也在神的 永恒的 准许里面 否则你没有办法 解释出 罪的来源 所以为什么 马基安又搞了 双神论 其实有两个神 一个是恶神 evil god 一个是good god 所以这些坏坏的事情 亚当多了的事情 是恶神进了蛇的里面 引诱亚当下巴坐的 善神 那个时候 不晓得跑到哪里去 所以没打赢他 到了信悦神 善神出来了 打赢他了 这些都是人 要解释这个 所谓 origin of sin 就是在神学上里面 一个最难 理解的一个题 但是假如你 真的愿意 回到圣经的话 有人 你还记得 陈天才博士所讲的 神的拣选跟预定吗 人的堕落 就如同一个 非常有恩赐 有艺术的画家 他当众要表演他的画画 但是呢 这个老人家 一笔 啪 在这里打了个黑点 哎呀 老人家一定是手有尸体 第一笔都搞了个大黑点 在这个画里面 一定他搞错了 但是呢 这个老人家不讲话 继续画 继续画 把整个图画画完之后呢 才发现就是因为这个大黑点 整个图画 非常的荣耀 非常的有 这个 contrast 对照 才把整个这个画家的 这种的智慧 艺术 展现出来 所以好好去读 以复首次第1章 整个的救赎 跟人类的堕落 是让神的荣耀的恩典 一个存在 但是要记住 人的堕落 是在神的准选里面 但是记住 是亚当跟夏娃 只有意志 他有权可以拒绝 蛇的诱惑 他有能力可以 不 可以说 No 因为 他还没有堕落 还没有被罪性所捆绑 他完全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可以 有能力顺负神 而不是像堕落的人 立志形象 有得我心出来有不得我 所以亚当跟夏娃的堕落 他是要负自由选择的责任 He is a free agent He is a morally free agent 假如一个人 他是精神病人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free agent 是精神错乱的 拿那个刀杀的人 你没有办法判他罪 只能把他关到精神病人 Because he is not a morally free agent He don't know what he is doing But for Adam and Eve They know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even they have the moral power to refuse to say no 所以这个是神的公义 同时也是神预备的救恩 那个恩典的荣耀 没有这个没有办法 称托出显明出什么是恩典 这个要在七种神学里面 慢慢再讨论 这个就是在神学所讲的 Theodexia 你们去Google这个字 叫神的意论 神的意在哪里 What is God's righteousness 因为这个世界有罪 有堕落 有战争 有苦难 神的意义在哪里 当亚当要堕落之前 夏娃夺落之前 Why don't God do something 当非洲 在大饥荒死了几百万人的时候 Why don't God do something 犹太人今天不信耶和华的 有些叫做liberal youth 他们永远解释不了 当我们的同胞 六百万被屠杀的时候 神啊耶和华里在哪里 神死了 懂吗 这神的意义在哪里 苹果创办人Steve Jobs 他小的时候 这个孩子很聪明 Steve有一天拿了一个 地理杂志的封面 屏幕式 还问不是问题 因为那个地理杂志 封面刚刚就是 一个大的肚子的 饿到快死的 一个非洲的小孩 快死了 还有旁边 很多小孩都饿得 都不成人样 他拿着这个杂志问牧师 牧师 神知不知道 这个事情 多聪明 神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意思是说 Why don't God do something Where is God 我每个礼拜 谁你做礼拜 来参加聚会 你们讲有神 神在哪里啊 你看 其实孩童多可怜 多无助 多无辜 饿得肚子都大起来了 快死了 神在哪里啊 神知不知道这个事啊 当时那个路德卉弄牧师 回答 Steve 他说 当然神知道 但是解释这个 阿弥陪 半岛的地 从此不去教会 对 他说 神知道 为什么神不做点事呢 神真的是公义吗 神真的是慈哀吗 还是神吓了 居然那个屋子说 神知道 对 牧道友不能讲神学 你懂吗 你不能跟他讲预定啊 你完蛋了 所以马丁路德说 拣选的真理 像一壶烈酒啊 对 孩童不能喝烈酒啊 那一喝了 他就倒了 他就 不来教会了 拜托 站在你们牧会啊 不能跟牧道友讲 神的拣选 要等到他十二岁 成人了才能讲啊 要 真的经历到 基督的爱 有根有基了 才能够慢慢讲啊 假如Steve来问我的话呢 这个真的是 要很有智慧去回答 因为他这个问题 太聪明了 他已经问了一个 神学上最高深 最高深的问题啊 面对人类的苦难 跟堕落 神在哪里 神的意在哪里 当初奥古斯丁 也是解不开这个问题 所以他才不信到 母亲的基督教 聪明的孩子 一想到这个问题 他就不来基督教 说明神意 奥古斯丁没有 我们不讲这个 哎呀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不是神 谁知道 假如面对这个孩子的问题 可能 你只能够用 辅导学的方法 是的 你觉得这些孩子很可能 哎呀我真的也很难过 我真的常常为他们祷告 我常常为他们苦 我们真的要去帮助他们 你闪开那个问题了 懂吗 要辅导学跟他同改都好了 不要搞神学问题啊 你搞神学问题就完了 今天很多教会不增长 我要告诉你 改革中的教会不增长 就是今天讲神学问题 讲神的简讯 讲神的预定 哇我们的神学系统有多严密 就约到新约之后一个约 哇我们解的多清楚 我告诉你 改革中的教会 最喜欢炫耀他们的神学系统 很美很完整 我告诉你 讲神学不会增长的 我在基督之家 在任何教会幕会 我从来不讲神学的 站在讲台 要把神活泼的道 圣灵的供应 让人能够爱主 让人能够愿意做门徒 愿意去传福音 要讲实践 实践神学 Practical theology OK Be practical 但是训练同工 我都跟他们讲系统神学 否则 有些长老牧师 会被异端摇动 所以 你要 按时 按人来分量 有些只能够吃奶 保罗说不能给他干粮 这是一个问题 你要懂得分辨 神学是干粮啊 但是不能一下子给他 要给他领来就好了 耶稣爱你 耶稣真好 God is good God is God 就是那些灵恩牌 今天讲的就可以了 God is good God is God 反正讲的就是 就是 现在好就可以了 你不要讲神 什么拣选预定 神你在哪里呢 就乱了 乱套了 马丁路德也是这样 奥古斯丁这样 保罗罗马说第九章 讲的也是这样 清清楚楚 因为中国的教会 大部分都是受我们原来的文化影响 人定胜天 因为共产主义 就是关注我们这种思想 人决定一切 这个基本上就是阿明念的神学思想 在教育历史里面 是被定为异端的阿明念的教堂 也不是改革中整个的欧洲 整个的欧洲 整个神学主流 但是那个是有传国性的一个代表来的 对啊 阿明念 所以基本上 他的 是鼓励人的努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是有他的优点的 但是问题是 这个得救的救生圈 是我抓住 我也有权跟自由一致 觉得我现在耶稣一辈子 结果到晚年 还爱生默契 口袋也没钱 孩子也不爱我 哎 我看我信错了 只要你心心的手 放下了这个救生圈 你就不得救了 所以没有得救的确据 只有在你死之前 就有一口气 摸一摸 哎 我还有耶稣 还在信他 那你就可能得救 因为得不得救 是在乎你的手 抓住神 而不是神抓住你 所以你放下神 你就不得救了 你犯罪也不得救了 很多不得救的方法的 在阿明念那个系统里面 因为是人决定一切 救恩也是你要 你决定 你也可以决定不要 没有任何得救的确据 就是因为 在当时 神真的体虚 人的软弱 我不是讲的吗 Super capitalism 清教徒有一批 又走到极端的 加尔文主义去了 不努力去传福音 甚至圣公会更糟糕 离异制度 所以神就准许 也用这样一个 高举人的努力 跟意志的 约翰会实力 但是 也只能在 一段时间 大家复兴之后 也就是空的 你要用人的方法 只能一段时间 所以 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 什么是真正的福音 还记得福利的牧师吗 我们当中有些 上个福利的牧师的 福音神学 真正的福音 是真正的好消息 不是说 你今天信就得救 明天不信 你都不得救 结果不叫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 你信了 你永远 成为神的儿子 就算你是浪子 还是有个子 Protical sense 还是Same 你懂了吧 不是你浪子之后 你就不得救了 跟神就没关系了 就是小黑那天 所做的见证 他不害怕自己 失落 Trust in the love of God 记得他所讲的道 那句话吗 伤心神的爱 不离不弃 所以他起来了 否则他 从自己的表现 行为 他绝望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 浪子也可以得救 这才是真正的福音 懂了吧 你不是说犯罪了 做了浪子了 做不得救 也不叫福音 也就是宗教 大儿子才会得救 小儿子就不得救 No 真正的恩典和福音 小儿子 还是会得救 虽然他已经离开福家 悖逆他的福气 犯罪千万 他还是纸 Practical 三 大人 不回头还是纸 我告诉你 真正有生命是绝对回头的 你懂吗 他是错解了 马丁路德神学 他是在马丁路德里面 所产生出来的 Antin-Lumanism 反律法主义 他就是抓住一句话 耶稣赦免了你过去 现在未来一切的罪 赦免你下地狱的死罪 好好去研究圣经 不至于灭亡 懂吗 当你一信耶稣 你永远得永生 但是 所以 信主耶稣 其他的罪 有consequence 但这些consequence 不会影响到你 永生的地位 儿子的地位 但是会影响到你 是否得胜 被提 得赏识 得冠冕 得着幸福 影响太大了 甚至影响到 在最终神的恩典 不会显桌 所有圣明记 二十八章第一节到十四节 所有的祝福 你得不到 你就 别一样都不顺利 据尾不做 不举手 别是举手不作尾 相反的 你去好好去读十五节 所有的咒诅会临到以色列 各样的殖病 灾害 仇敌的攻击 你在第一章 没有办法经历到神 的祝福 没有办法经历到 诗篇第一章的祝福 这个是 不许神 这个是 自然的定律 神早就定好了 这个道德律 道德律不要以为是变了 为什么 讲到行善就得福 以永圣赐给他 这句话保罗米讲错的 也是在 亚当之约 道德之约里面 所定规的 这个工作之约 因着你的工作 因着你守住神的诫命 会得到这个 祝福 这个原则 永远没有改变 犯罪 一定受走 这个道德律 永远不会改变 有 但是 需要 你等于说 你跟一个小学生 跟他讲 Differential Calculus 讲不通的 他去了很多的basis 他要先学 Trigalometry 他先要学Calculus 然后才能够学 Differential Equation 才能够 跟他讲这个 Differential Calculus 所以 他在基督道理的开端 你要跟他讲 这个 那么高深的 圣经的真理 神的真理 也是有阶段的 你不要 以为神的真理 没有阶段 地上的学问 有阶段 神的真理 也是有阶段的 今天很多人 不好好 在基础的真理 打基础 所以他没有办法 接受神的捡选 那预定的 听不懂 不是洗脑 要把我们原来 人定升天 折到宗教 行为思想 先丢掉 为什么耶稣说 贫穷的人有福了 听过是他们 这个贫穷原文是 描写一个习盖 用所有 你今天要把你的 努力 善行 道德 要靠道德得救 把所有的东西 丢掉 完全做一个 贫穷的人 一无所有 靠自己 行为善功 得救 其实 一无果竅 所以 人得救 最难的第一关 就是要丢掉 你的善行善功 靠行为得救 全世界的宗教 都是在讲善行 靠善行得救 所以这一关要丢掉 很不容易 然后我们得救之后 要把 你得救的 根源 得救的credit 归给神 得救是本不恩 也因着信 并不是出于自己 这句话很难丢掉 多产人得救 很觉得是出于自己 你看两个圆圈嘛 是我算那个有十字架的圆圈 是我算吗 是我定吗 其实他不知道 他能够算之前 是圣灵早就在他里面 做了恩典的工作 也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 叫做prevenient grace 现在神恩 没有这个恩典的 高摩尼的自由意志 你绝对不可能算十字架 不知道有时候跟他讲信耶稣就对了 还讲那么复杂干什么呢 对不对 回到奥古斯丁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 奥古斯丁牧师办导他 是神就没有交响 我们 神都不要交响 人能办导吗 你看奥古斯丁 我告诉你 他到死的时候都不信耶稣 他到死都不信耶稣 对吧 但是呢 谁晓得他死之前 圣灵没有光照他 让他想到 奥古斯过去在儿童主义学 听到神爱世人 我们来着 最后圣灵在他心里面 有没有动三公 因为他在主义学里面长大的 或许在死之前 他拥抱了耶稣 想到我一生 需要发明了那么多东西 我还那么空虚 圣灵在他死之前光照他 就如同那个强盗 是死之前被圣灵光照 他接受了耶稣 我们不是神 谁晓得呢 或许神怜悯了他呢 在他死之前光照了他呢 他想到小时候族学 一个老师的一首诗歌 所背的约翰福音三十六节 信了耶稣 Who knows Bill Gay从小都把新约圣经好几卷会背啊 Bill Gay你们知道吗 这虚拟的头脑不得了啊 哪里小 你或许他也是Bill Gay第二呢 谁晓得呢 我们不敢认识 懂吗 我们唯一只能知道的 连我那么败坏的罪人 罪人中的罪困 神的恩典里道 他是爱我的神 不够了 你自己庆祝 自己喝水 狼人几几 懂吗 你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别人有没有得救 我们不敢说 不敢认断了 Amen Hallelujah 哎呀 怎么我们实践怎么那么快啊 当然我就是 保罗神学体系 奥古斯丁 马丁路德 加尔文体系 但是 加尔文里面有些东西 也是我不能接受的 所以为什么 我很多改革中的同学朋友 不接受我的啊 因为加尔文是讲 圣灵恩子停止论的 但是 我跟他们辩论啊 我讲方言啊 所以呢 我们封锁的意义是 Reform Charismatic And Mystical 把Reform and Charismatic 放在一起的 我们 你懂吗 圣经有应许的 我们就要接受 没有一个神学家 所讲的东西是 完全合乎圣经的 包括我的领受 也不差很远的 有些也 懂吗 所以 现在马丁路德改教 五百年啊 我告诉你 马丁路德 过多一功 你好好去研究他的神学 不要迷信马丁路德 也不要迷信加尔文啊 马丁路德 加尔文一去圣灵恩子停止论 让教会不能增长 没有能力 让教会进步慢了一千年 五百年 教会没有能力 还能增长吗 对 整个欧洲 你看 这个日内瓦 这是Geneva 那个牧师跟我说 你想去日内瓦 看那个加尔文的雕像 我劝你不要去 因为都在那个佛舍山附近 一去都被 人抢了 劝你不要去 那么可怜的 Geneva 增落到这种地步 有个一去都被抢 很可怜 所以不要迷信权威 回到圣经 回到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马丁路德 所讲所有的话都会忘记 但是Back to the Bible 这句话就对了 这个是一段 对于最爱说的话 就是什么东西才能回到圣经 找了找了 一段也用这句话找了 像圣经里面都放 这个叫马丁路德 他说他连圣经也不相信 圣经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 就像圣经的 对啊 这就是信派神学 批判圣经的 所以 所以 让我们 一定不能够只是 唯独圣经 所以马丁路德 这句话要小心的 不能只有唯独圣经 我们要回到 这个2000年的这个道统 这个被历史宗教会 所认同的这个道统 包括的 初代教会的五大大公会议 包括很多重要的信条 但最基础的 使徒圣经 离西亚圣经 这些重要的圣经 要从这些角度去看 要每一个神的仆人 都有他真理的道统的 亮光的几方面 要抓到 把这个 从这个道统的角度 再来读圣经 你就读得很清楚 因为神在每一个时代 他的启示越来越清楚 从这个蒙乐神学 到这个末世的真理 圣灵的真理 就越来越清楚 每一个时代 都神写明一些重要的真理 清楚得非常透亮 还没有 这些雪的真理 都很透亮 现在我们在读圣中 在读圣中 都很透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